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Lisa Property的频道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他是地桂岩森林城市的销售 他叫金石 欢迎金石 金石你好 我们都知道森林城市是一个长期规划的项目 那么我们也知道长期规划的话 他肯定就还会继续再建更多的房子 我们一般上就是普通的认知 就是说建造房子的话 他肯定会产生一些噪音 空气污染 这些问题 那么像城市声明这样子 他们像我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他们怎么样保持建筑上面 不会干扰到这里居住的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项目的开发初期的话 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不光是一年有一些顾客们 也会问到这些问题 那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第一的话 其实我们在高尔布里我们的城市 大概有8公里的地方 建造了一个现代建筑化工厂 这个工厂叫CIPS 目前的话是所有的房子在那边建完 然后再会搬到森林城市这边 然后像叠勒刀一样一层一层叠起来 它这样有钱的好处 第一的话它的建筑精密度会更高 你看我们森林城市的房子 其实看过很多的房子 没有见过什么漏口 这些东西就把它发霉 所以说它的建筑精密度是很高的 安全性也很高 第二的话呢 建造的过程当中 不会有太大的噪音的灰尘 那这个工厂呢 其实是我们不太多的建筑智能化体系 目前的话大家都说第四代 第五代 但是真名城市的话 其实是第五代的建筑化体系 那碧桂园集团呢 其实是有这个房地产开发 它有一个板块是智能机器人板块 你应该听说我 那智能机器人板块呢 它就是有什么无人餐厅啊 像中国有无人餐厅 无人这个酒店啊 那都是碧桂园开发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智能建筑机器人 那这个CIBS这边所有的建筑也都是机器人在建筑 目前的话 像新加坡的好多的子物 也是在这个工厂建造 然后在运作去 从第二海运作去 那目前来说这个建筑工厂的话 它的规模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建筑工厂 而且获得了这个大马的一个纪录权 这个大马的政府也是特别的精神想技术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话 这个工厂不光是建造森林城市 也会建造我们马来西亚周边的一些项目 和新加坡的项目 原来是这样子 其实我都一直觉得很好奇 因为就目前来说 森林城市已经这么多栋的房子 然后又这么多人已经居住在这里了 确实如果是说一些 如果科技不是这么特殊的建筑的话 它确实是会产生一些 就是令人产生一些不变 是的 像这些天你们经常来这边拍摄 但一直有东西在建 但是你们也没有看到灰尘 还有这个哨音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正常化 建筑建筑 了解了解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在接下来 它大概还有多少年就是发展吗 现在这个森林城市开发周期的话 当初是定的是二十年到三十年 目前的话 其实是从一六年开始开发的 一六年 一七年 一八年 一九年开发 然后是疫情了 然后现在又重新开发 那它整体的建筑规划的话 其实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的话是二十五万套左右 能入住大概七十万人 那我们目前的话 这几年的开发的话 已经建造了大概两万五千套左右 而且包括这个两个五星级的酒店 一个滨海酒店 一个高尔夫酒店 还有一个这个全马来西亚非常知名的一个福基学校 它的圣玛丽 还有两个这个亚洲百家的球场 高尔夫球场 然后还有这个高尔夫结束 新海结束 好 来 反海滋鱼 海滋鱼 大概是这个项目 其实以目前的建筑 建筑 进度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蛮快的 嗯 了解 好 谢谢你 今天为我们解答了这么多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森林城市的点点滴滴 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